我国体坛在传性侵事件 这次试案是一名躲避球教练 受害者是一名雪州的华小生 在众多性侵行为当中 包括要学生脱裤子 还有捏学生的乳头 同时还拿起棍子要打学生的私处 而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名在华小执教的教练 他竟然早在两年之前 就因为纪律问题 被躲避球协会开除了 躲避球协会主席拿多拉德 拉德哈接受第三电视台的专访时解释 当时试案教练伪造二级执教证书 国家教练员培训机构 最终是解除了他的执教任期 还狠批说这名教练的不耻行为 将会影响父母对体育活动的信心 拉德哈下个星期二将会会晤 青年级体育部长杨巧双 探讨安全运动守则 如何保障运动员免受任何暴力 或骚扰侵害 或骚扰侵害 待会儿炸侵害